HELLO 大家好,我是住在布吉島的KAKA 現在我們去了一間新開的Café Café是在一條郵輪上面 整條郵輪都是油粉紅色 很適合少女心的朋友 今天一來,看到很多泰國人都會來這裡打卡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 因為這間Café是在郵輪上面 所以它的位置也是在碼頭 今天除了我和Eagle 我們還跟兩個朋友一起來 他們就是Ming Ming和Jacky 那麗行的涼體溫 涼完之後,我們就可以上船了 MING PAO CANADA 看完她的ibo才知道原來有很多種食物 我們原本想著咖啡店可能只有蛋糕之類 所以我們還吃東西才來 早知道我們就在這裡吃啦 現在要把魚的水拭上去 只有我們可以配上白天 所以是隻鴨蝦30� 鴨蝦 nossa história 這輛郵輪一共有三層 我們現在由第三層一路看下去 鴿板你也可以坐在這裡喝東西吃東西 但因為我們去的時候很曬 所以基本上鴿板沒有人會坐在這裡吃東西 最多只在這裡拍照拍完就回去了 現在我們走到第二層 我們現在下第一層看看 第一層基本上都坐滿了人 可能今天星期日 還有這輛船開了一個月也沒有 所以很多人來打卡 我們現在下輛郵輪是熱熱的 因為現在沒有遊客 因為疫情 所以他們就改變了 經營手排 就把這輛郵輪裝修過 變成一間咖啡 看個人也挺聰明 是不是 太既然脫了 太旺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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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